大家好 我是大埔餵食油Lewis 今天我就來到大埔街市了 推介什麼呢 就是拍我的大埔餵食油的第六集 這一間店 我由舊街市就已經開始光顧 由十歲開始光顧到現在幾十歲 即是光顧了幾十年 在哪間 就是臨記點心 臨記其實就是位於大埔區街市的熟食中心 那裏有兩個檔口 而它的營業時間就是凌晨的三點 至到下午的三點左右 但是通常過了下午 那些點心都鎖靜無幾 不過這個營業時間呢 就可以令到大埔的街坊呀 夜鬼呀 或者很早起床的人 都可以光顧到這一間 價連麥美的小店咯 夜環好漂亮一點喔 對呀 好了 好了 謝謝你 多謝 多謝 我想的呢 真是夠避免 起碼我上一年搞的一人一票 剛才我最愛的小店那張SHIRT 它都連了在店裡 香西魚刺餃十元有四粒 燒賣十三元一籠 這些價錢夠了街坊價了吧 懷舊點心 鵪春蛋燒賣 雖然膽固醇高一點 但不是經常吃OK啦 鳳爪十三元 叉燒包是屬於厚皮一點 屬於舊韌市的叉燒包味的 蝦餃十三元 沒有債刑啦 這些價錢 四寶雞窄十三元 紙包排骨飯當然一定要點啦 你可以叫伙記點點心 也可以走去那裡自己選擇的 那我如果不是今天拍這個大埔餵食 由第六集呢 我都不知道原來它還有這麼多款點心 我是沒有吃過的 例如呢 就是這個鴨腳窄啦 其實我是沒有試過的 原來牆上面那裡 看回一些點心呢 雖然我光顧了幾十年 但也不知道原來它有的 那這裡我當然知道啦 蒸飯 出了名啦 這個是我自己其中一個喜歡的 牛肉腸粉加很多芝麻 這個我覺得這樣很好吃 剛才我說牆上面很多點心 我是不知道的 原來它這裡有大包吃的 不過呢 限量只有十個 就是給一些老街坊的 雞包仔那些我都沒有吃過 必吃的當然是用這個藍霸式 一碗裝著的排骨飯 不過 來到想法呢 如果我叫排骨飯呢 我一定是叫用紙包 那時候那裡呢 都因為我這一篇報道 當時都特地做過 是否紙包著是好吃一點 或者是整碗來 其實它是太快吃了 如果用紙包著的話 其實我是想去收了水 乾身一點點 開頭拌勻了它 之後才吃飯 那時候的紙包著的排骨飯 才是最好吃 而且乾身了一點點 那今天呢 這個呢 仍然是這麼乾真 仍然是這麼高水準 這個位置 然後呢 就這樣按 按 按 這樣就收起來 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吃得很快 因為其實有蟹王的 但是由於時間關係 我就沒有了 那通常你一天賣多少燒賣 一天呢 平均 平均 如果這樣的日子 大概200多燒賣 200多燒賣 只燒賣200多燒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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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只燒賣200多燒賣 一天賣多少燒賣 排骨飯 你一定會有過千碗 過千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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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千碗就很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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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一天就 那你們是排骨飯 和其他什麼 鹹魚肉餅飯 那些 那個比例 應該排骨飯 買三碗那些 都沒有買到一碗 不是 都賣到的 都有的 那那些加密 那些加密 其實很難看 我想都 那些加密 只有鹹魚肉餅飯 每天都要二三碗 都要二三碗 都要二三碗 那很厲害 那就是說 你鹹魚肉餅飯 加梅菜肉餅飯 可能是佔了五百碗 其他一千碗就是排骨飯 沒錯 都很厲害 好 謝謝你 不用 在我旁邊 就認識了幾十年的 林忌點心 薯頭婆 我先問一下薯頭婆 薯頭婆 林忌點心開了多久呢 哦 也有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那就是 舊街市 多少年 新街市 二十年 哇 這些是十八年 哇 那薯頭婆 我認識你這麼久 那你每一次都不介紹 別人吃什麼 如果你自己覺得 要推介別人吃 你的想法 你會推介哪幾樣東西吃呢 當然 手選排骨飯 哦 排骨飯 是很出名的 蝦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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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好吃 其實每天都很好吃 對 多謝你 也希望你身體健康 是的 我經常來到這裡 都看到你開心心的 是的 謝謝